翔翔 呦 老同学 好久不见啊 我说这公园里面怎么散发出一股富二代的气息啊 哎呀 什么富二代啊 我们家公司啊 两年一天就倒闭了 倒闭了啊 是啊 没关系 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 虽然我现在一年也只有几十万的收入 但是只要你开口 老同学能帮就帮 还有老同学仗义 不过我们家啊 还剩点散钱啊 投资了点房地产 日子啊 还算过得去 唉 那就好 你看 我给我老婆盯了艾维包包 哎 这不是那个范冰冰同款吗 对啊 前两天我妈啊 在香港 给我老婆也买了两个 但是我老婆啊 不是很喜欢 要不送给你老婆吧 还是算了嘛 其实我老婆也不怎么喜欢 艾维的包包质量太差了 她才背了两天就坏了 是吗 我老婆啊 每个包包啊 都只背一天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哎 对了 他们都说这种牌子的衣服洗了会缩水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你这什么牌子啊 衣服还能洗吗 我这衣服啊 从来都不带洗涤边线的 你这带洗涤边线的衣服啊 到哪买的 挺贵的吧 不贵啊 才三万多 三万多 确实不贵 我这一个袜子啊 还三万多了 你怎么了 老同学啊 啊 没事 这一千块盐一瓶的矿盐水太难喝了 还不如咱们老家的井水呢 是是是 我们家狗啊 都不乐意喝这个牌子的水 哎 对了 你这件衣服在哪里买的 挺漂亮的 这衣服啊 这个是定制的 全球只有这一件 你喜欢啊 你喜欢可以送给你 反正啊 我也穿两个小时了 人腻了 好啊 哦 对了 等一下啊 我搭一下你的顺风车吧 我的车没油了 没油你也敢开啊 我们家这么多车 我怎么知道哪个没油啊 攀比之心不可有 上进之心不可无 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 一定会创造美好的未来 现在贫寒的人 未来不一定贫寒 现在富裕的人 未来不一定富裕 听到你 听到你